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開市錦囊》 在深港通出台的憧憬下 恆子和國子昨天都在破頂 創了今年的高位 恆子昨天全日收升88點 升0.4% 收報了22580點 就是今年收市的新高 大致成交也有急增 但面對深港通臨近 見到A股的反應似乎比較冷淡 如昨天上證重止欠收3,000關口 以近全日低位3,002點收市 今節有事務長安郭瑞和大家討論中港股市的情況 郭瑞你好 A股似乎對於深港通的憧憬 沒有港股那麼熱癡 其實原因是甚麼呢 事實上來說 大家理性點去看看 有3個原因 我覺得深港通對港股有利 對A股是一般的 或者對深圳股市一般的 第一 港股值 深圳市創業版的股份比較多 投機性比較重 他們的平均市盈率都40倍以上 但香港這邊直到這一分鐘 就算指數近日升了那麼多 都是11倍的市盈率 兩者比較 當然是港股這邊略為值得作一個中線的部署 第二就是人民幣的匯率 因為人民幣的匯率未來是有進一步貶值的可能性 大家想一想 龐大的資金流會怎樣呢 如果你說香港人上去投資的 第一 港元要轉成人民幣 人民幣貶值就要承擔匯率的風險 但是反過來來說 內地的投資者來香港 其實是等同持有美元的資產 因為港元和美元有聯繫匯率 變成人民幣貶值 他們在匯率方面 反而是有優勢在 避免匯兌的風險 這是此其二 好了 再說到民間的財富 就算去年的股市出現一個49%的大跌 但是民間的財富仍然還是天文數字 接近百萬億 香港給你全10萬億還是15萬億 兩者不能夠相提並論 況且在匯率方面 內地的人民幣有絕對的優勢 例如這樣 100萬人民幣來到香港 可以對到115萬或以上港元 來做一個投資 反過來 港人如果北上 100萬港幣只能匯到 85萬左右人民幣做一個投資 兩者相差已經是30% 換句話來說 我不論在資金調派 不論在匯率方面 或者估值方面 其實相對南下的資金 是有絕對的優勢 反而北上就有少許難度 這一點可能大家心目中都會知道 再說回A股的走勢 近日上證指數一路陪船在3000點 在阻礙水平 偶有聲破但沒有意思 跌一跌穿也不需要擔心 基本上是2900至30670之間 在80點走上走落 其實這個持續整固的格局 已經走過一段比較長的時期 有一點要留意的就是 今年暫時來說 上證的高位是16年的高位 是4月13日的3097點 即是說上證一日未能突破這3097點 以及說持續整固代變的格局 根本上沒有改變 只是說相對去年5178點的下跌 已經跌了很多 現在建底了 技術上也不會再跌 但你建底而已 不是代表你現在立即可以很快升上去 所以我自己覺得A股仍然會整固一段比較長的時期 背後當然不用說 權威人士早前也表示過 中國經濟會出現一個L型的整固形態 所謂L型有些人以為一說長一說短 其實剛剛相反 下跌是短的 打橫是長的 一樣是L型的 即是說經濟是需要在現在這一分鐘 進入一個整固 以及政策也不會刻意大力去推行 從而刺激GDP的增長 是不會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內地的資金入市的態度一定是比較保守 我想不少內地的投資者都認同一件事 A股最華的時間已經過了 但即使是這樣 但大氣候未到 他們入市的態度一定是比較保守 一天A股仍然在3,000點阻礙盤樹 不升又不跌的話 老實說 就算深廣通也好 甚麼都好 其實有刺激 但效應不會大得那麼緊要 不過說真的 港股其實我自己反而看 今年在先低後股形態下 仍然有條件向上穩高位 而真正的升浪 真正的升浪 可能在明年第一、二季市看到的 現在只不過是初升的階段 所以解釋到為何沒有成交 港股一直可以升 就是這個理由 我跟大家跟進一下 在A股方面的情況 看到上證指數 最新是升4點至3,006點 吳深淨城只升22點至1萬413點 湖深三下指數升5點至3,238點 看到港股今早高開208點 開步在22,788點 是今年的新高 亦是8個月的高位 最新的升幅稍微收窄了 最新是在22,742點 升162點 國企指數方面是在9514點 升91點 我跟郭常再說港股方面的情況 看到昨天市場盛傳 即是收市之後會公佈 即是深港通的情形 看到昨天的深港通的確認股份 都是被熱炒 其中當然包括港交所 股價更加是值得200這個關口 郭常對這股份的前景有什麼看呢 會不會真的可以再有一個上市高位 如果你說短期來說 我自己覺得都是投機性的比較多 業績大家都知道了 不再說了 派息略為減少 這也是順理成章 過去一段比較長的時期 港股的成交金額一直都相對比較低 500多、600億、400億 400多億我都見過 即是以現在的成交金額來計算 港交所如果咬著200元作品平台 是偏貴的 這個老老實實是偏貴的 不過 深港通如果有機會公佈推行日期的話 市場資金會趁機會炒一層 這是事實 所以不排除港交所真的會上市200元 不過補充一句 由這個低位上來 我講今年的低位160元 去到譬如這樣 真的見到200元已經升了40元一股 即是25% 一隻大藍籌 我不管你反彈或初升階段 有20%上升 其實不算是少 況且看回市盈率 有30倍 如果你說成交金額可以平均去到 千億以上的話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現在不是 所以我覺得有少少搶高了的感覺 如果你說早前87、88買了 你就放下指責位向上網 問題不大 但你去到現在 可能公佈深港通 或者快要公佈才搶下去 似乎投機性比較重 而且風險也比較大 你和我也知道 今年開通機會很大 問題是何時說 可能到真的開通的時間 港交數股價不是升的了 是反覆的了 是回吐的了 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即是說就算參與也好 不要太大注 因為低級或者適當低級的機會 其實已經過了 過了 好 最後就和郭Sir做一個申報 剛才說的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的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的 是沒有的 好 多謝你這麼詳細的分析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好 太好了